开国上将李克农号称特工之王 其小儿子曾立一等功 却被人称为小日本 1955年 李克农被正式授予上将军衔 这也给这位在隐蔽战线奋斗几十年的老人 画上了完美的政治生涯 他的一生都投入到党和人民军队情报 保卫工作之中 就是这样一位在无声的硝烟中 和敌人抗争了八年之久的战士 却有着一位被称为小日本的儿子 李伦 作为开国上将最小的儿子 李伦为什么会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儿子 他的出生又有着什么不凡的经历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1927年 李克农受党组织的指派 前往国民党乌湖县党部潜伏 这时他已经和妻子赵英结婚快十年了 十年里两人已经育有两女娘子 均都生活在家乡乌湖 夫妻二人都是坚定的革命工作者 两人长久以来都是聚少离多 这次李克农被安排到家乡